总统大选剩下30多天 辩论地点迟迟瞧不拢 名掌总统参选人蔡英文 9号重申应该由三例主办辩论 新当主席玉木铭炮轰 这根本就是黑箱作业 已经领先了 所以我就可以不必在乎你 这种心态是要不得 各种方式回避 那我们不能同意黑箱作业 四报一社与公司联盟主办首场 总统大选电视辩论 是2004年以来的传统 不过目前虽然三例愿意加入联盟 却坚持首场电视辩论要在三例办 公司11号加开的协调会 双方还有得瞧 选前倒数一个多月 大选辩论地点潮不拢 是谁不断闪躲回避辩论议题 蓝绿两阵营依旧没共识 记住黄明君张曼荣台北报导